大大學參與管理學系大四學生王毅晴是以牛肉料理挑戰2021FHC 全球青年廚師線上廚藝的比拼 獲得評審一致肯定勇奪金牌 上海的FHC釋廚的國際賽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出國的關係 他們就辦了一個台灣場在景溫 經文科大這樣子 然後每個學校就派一個人 然後因為我現在大四 老師希望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我就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就去比賽這樣子 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90分鐘要出兩盤前菜跟兩盤主菜 那前菜的部分呢 我們是選鱈魚跟蝦子去做搭配這樣子 然後主菜的部分就是用牛小排 做我一個主菜的一個 一部分是用煎烤的 一部分是用慢燉的 去做搭配這樣子 同學表示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食材的熟度不好控制 要在緊湊的時間內完成也不容易 在與老師討論後 老師協助他刪減不必要的步驟 並且提醒他們要注意哪些環節 經過兩個禮拜的密集練習 比賽如願的發揮實力 這邊這次要特別感謝就是彭老師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一個學校只有一個名額而已 所以老師就希望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我就把握了機會 然後剩兩個禮拜的時間就要比賽 然後我就趕快回來學校加緊的練習這樣子 然後也特別感謝簡易展師傅 在有那個法式料理課程的時候 來特別給我一點點指點這樣子 在我對我的菜上面有很多對白盤啊味道啊 上面有給我很多的指教這樣子 同學說以前只比過國內的競賽 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國際賽事 很開心能夠得到金牌 未來他想繼續往西山來發展 帶人新聞流行笑採訪報導